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贸区的海昌车站发出去的中欧直达的班列 它从海昌起点经过厦门的东湖 然后沿途西安阿拉山口出境 经过白俄罗斯到波兰的马拉 从马拉到了华沙经过波兹兰 它的重点是德国的汉堡 这趟中欧厦门班列的亮点在里 41个集装箱的货物中 有三个集装箱价值60多万美元的货物 是从越南海坊港经过海域抵达厦门港 而后通过中欧厦门班列直通线 经过16天左右的时间将直达欧洲目的地 这个有就是我们厦门以及周边生产的一些电子产品 轻工产品 特别还有一个从越南过来的三个集装箱的 这个服装和这个电子平板显示屏的电子产品 此次中欧厦门班列试水国际海铁联后 预计越南每周将会固定有10到15个集装箱 从越南途经厦门再发往欧洲 与此同时中欧厦门班列还在积极对接 日本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的海铁联运模式 我们现在就是打算把韩国 日本 台湾 香港 以至东南亚的货用海印的方式送到厦门 接上我们的中欧班列通往欧洲去 那反过来进口的货也可以通过欧洲的货 或者我们中国西部的一些货 也可以通过铁海联印的方式 引导厦门再发到韩国 日本 台湾 香港 东南亚 将厦门港四通巴达的海运航线 与中欧厦门班列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对接 也就实现了路斯与海斯的无缝对接 厦门的这个班列 就是特别是被国家申改委的领导 肯定为是海斯和路斯的节点 那么真正的因为海斯的话 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厦门是一个核心区 而路上丝绸之路我们是起点 那通过这个货物的真正的把我们的海斯和路斯 这个连接起来了 所以说厦门也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海斯跟路斯的节点城市 江信东说这种多市连运的方式使厦门的区位优势 交通枢纽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不仅承担厦门地区的物流企运 而且承担周边省区沿海港口的物流中转 对构建立体丝绸之路物流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对厦门港的这个服务半径 你看由厦门及周边的原来福州啊 草山这一带的一直扩展到东门 那么把我们厦门港的腹地的话 原来就是说赶南越东 甚至说湖南这一带 一直往西南西北延伸 一直延伸到欧洲 整个厦门港的这个腹地的话 就成了一个非常成几何基数的倍增 这样整个对整个拓展厦门港的这个腹地 和厦门港的位置的话是非常有一个实际意义的 与国内其他开通中欧班内的城市相比 厦门还可以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势 通过这个自贸区和保税港区的特殊政策 货物进来以后在我们的保税战策上 那么现在在保税的状态下又申报出境 这样子的话把我们这不是过景城市 把过景的货走成了 海关是专门为这个给了一个专案的 专门的解决方案 非常好的方案 那么作为厦门来说呢 自贸区给了它一个很大的便利 就像呢有些产品进到这个自贸区之后 那么通过这个保税通关的模式 它可以更快捷的 这个更快捷更高效的来进行这个转口 那又不涉及到呢 这个过境这样子的一个繁琐的这个手续 加上呢目前自贸区当中的海关 对自贸区的这些产品 还有过境的这些这些商户呢 给予的一些便利措施 所以呢厦门呢要立足在这个自贸区发展 作为它的一个突破口 把这个物流呢 物流呢跨境的物流 以及跨境的电商 以及我们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的一些优势呢 充分的发挥出来 感谢专家的点评 关于中欧中亚班列的话题 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以往厦门港的腹地呢 主要是以闽南 越东和干南为主 而如今通过海铁连运 把中欧中亚班列的陆路通道 和东南亚的海上航线对接了起来 也就是说厦门港的腹地 可以深入到我国的中西部 甚至是整个的欧亚大陆 以此来提升厦门港 作为东南航运中心的地位 厦门及厦门周边地区的服装鞋帽 以及电子产品的产业十分发达 我们通过中亚中欧的班列 可以把我们这些东西 带到中亚欧洲地区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班列 把中亚欧洲地区的洋酒食物 带回厦门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感谢网友们的评论 我们稍时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可以说最近中欧厦门班列 不断有新的突破 中欧厦门班列朋友圈 在不断地扩大 8月25号 中欧厦门莫斯科建发专列 从海舱东福车站开出 专列满载41个集装箱 货物价值达2858万元 这是厦门首条定期双向往返直达专列 更为厦门与金砖国家 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 开辟双向快车道 首班中欧班列 厦门莫斯科建发专列 全程9960公里 经二连浩特出境 纵贯蒙古国 直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运输时间约13天 主要货物为鞋子 纺织品电脑配件等 共计41个集装箱 重达477.5吨 在该班列抵达目的地莫斯科之前 新的回程班列也将同步开启 按计划专列运行初期 约每巡从厦门发运一列 每列40到50车 自10月起实现每周一列往返 专列的开通将进一步扩大 厦门及周边地区 对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 形成以厦门为中心的 对俄集货物流中心 为中分发挥厦门口岸腹地优势 保障建发专列顺畅发运 厦门海关优化海铁连运的监管模式 大幅提升海运口岸 与铁路口岸间的通关效率 理顺了我们海关的操作流程 然后尽量简化企业的 这个报关手续 指导企业在转关申报 还有通关无止化方面 做了很多尝试 做到了一次申报 一次查验 全线放行的这么一个通关便利化 自从2015年8月16号 首趟中欧中亚班列开通以来 中欧厦门班列发展迅速 从最初的一周一班 加运到每周两班 目前固定线路已增至三条 分别是厦门到汉堡 厦门到莫斯科和厦门到阿拉木图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中欧中亚班列的发展历程 2015年8月16号 首趟中欧中亚班列开出 2016年初 中欧厦门班列开展私人定制服务成功 冠结专列从厦门直达波兰工厂 2016年4月 班列通过海铁连运 延伸至台湾地区 2016年12月 厦门被列入 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 成为中欧安置贸计划的 首条铁路线试点 2017年4月 开通中欧班列厦门到莫斯科测试线 目前已实现稳定运行 2017年5月 开通中欧班列西安线 及厦门到汉堡直通线测试线 2017年7月8号 正式开通厦门到汉堡直通线 2017年8月25号 开通中欧厦门到莫斯科建发专列 2017年8月26号 中欧厦门到汉堡班列 通过海铁连运 引伸至东南亚 那么有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的8月27号 中欧厦门中亚班列 累计发运159列 共4492个40尺集装箱 累计货物价值达24.44亿元 今年班列累计发运55列 进口1列 出口54列 共1660个40尺集装箱 累计货物价值9.13亿元 那么中欧中亚班列 为何能够发展迅速 有何优势能够吸引到客户呢 王全席是厦门 技嘉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在国际铁路货运代理行业 已经工作了20年 2015年8月16号 厦门首开中欧中亚班列 黄群席的技嘉公司就是常先者 那主要的产品 覆盖建材 轻工 材油发电机 那个工艺品 还有那个轻工机械这一块鞋帽 还有那个那种什么香包 还有一些那个工程机械类的 这一类的产品 他们这些都是福建省 那个还有厦门 还有就是前轴地区 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 那个他对我们原来这些货源的运输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效性的作用 主要以厦门那个周边的那个工厂为主 然后有那个健身器材 服装血帽 还有我们的食材啊 这些LED啊 等这些产品 中欧中亚班列的优势在于 运费比空运低 运输时间比海运短 而且班列直通线避免了中途转观 解编等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 运行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班列开通以后 这个我们到阿拉山口 基本上六天左右就可以到了 以前要走十二天 那这样的时间 持效性就是给商家 贸易商还有那个工厂 带来一个很大的利好 就是资金的周转力更快 更高更有效力 他们在资金投渡方面 接约了很多成本 以前就是传统海运的话 到欧洲的话 比如说汉堡之类 要在三十天左右 那通过中欧班列的话 它的现在时效能达到 就是十六天左右到汉堡 那像中压班列的话 以前的都是走散列了 在发车之后的运输时间 大概都是需要在二十天左右 那通过这个中压班列的话 那目前的话 时效都能在十二天左右 就能到达一些中亚的主要城市 那像俄罗斯的话 它更是一个那个内陆 它的那个终点站 莫斯科又是在那个内陆 所以说传统的就是 都是走海铁连运或者海卡 那时效一般的话 都是需要在四十到五十天左右 那通过这个中欧班列 中俄班列的话 那这个时效能缩短到十 现在是能缩短到十六天左右 时间成本它跟海运比的话 时间是节省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 那跟空运比的话 它又节省了一些 这个费用只是空运的 这个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这样子的一个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 以往只有在海运中使用的 拼箱业务 如今也在中欧厦门班列上 开通了铁路拼箱 而铁路拼箱出口业务的开通 为客户在物流成本和时效考虑中 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有利于满足厦门口岸 日益增长的出口拼箱业务需求 以往的话 如果是对这种货量不足以 装满一个集装箱的 那么客人他只能是选择海运 那海运的话 它时间会比较久 虽然费用比较低 但时间比较久 但是如果客人选择空硬的话 他费用比较高 所以客户就没有一种 比较折中的办法 可以满足他这种小批量的 小货量的这种发应需求 所以铁路拼箱的出现的话 就极大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需求 厦门及周边地区的产业 与中亚欧洲地区 还有很大的互补性 中欧中亚班内的便捷和高性价比 提升了厦门及周边地区产品 在中亚欧洲市场的竞争力 促进双方贸易的增长 推动了我们福建周边这些企业 厂家的产品的竞争力 因为其实在国际贸易当中 其实现在物流成本 也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只有在物流成本降低 其实也是对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 世界的贸易的话 从厦门跟欧洲这些国家的 距离上来看 如果走空运成本比较高 那么中欧专业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了 运输的成本 使得更好的把我们东南沿海的 这些产业发展的产品推荐出去 以至同时随着我们消费习惯的改变 以及我们市场需求 对欧洲产品的拉升 那么此时欧洲的一些产品 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进入到我们国内市场 当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纸浆原材料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像红酒 那除此之外 未来除了这些产品之外 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龙木产品 还有像一些化妆品 还有一些零食类的产品 这都可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么从双方的角度上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优势复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中欧中亚班列运输的产品结构 将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沿线的一些国家上来说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正在推进 那这时候需要的这些钢材基电 那未来也将是中欧专列上 那么主要的一些产品 因为目前我们更多的是在一些 服装 鞋帽 轻仿的产品上面 但是未来从我们走出去的 这个商品上来看 可能也会有很多的 这个基电类的产品的合作 中欧中亚班列不仅有助于厦门及周边地区的商品走出去 也将促进企业投资走出去 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 中欧中亚班列不断开拓创新 一直充当火车头的角色 对冠杰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而言 一条从海仓园区出发 穿过古丝绸之路 直通波兰罗兹的中欧厦门班列 把冠杰在厦门和欧洲的工厂连接在一起 因为双边的这个贸易的往来 能够增进进一步的这个了解 那我们的这个企业呢 目前呢 到这个欧洲去投资的 比较少 更多的是他们来这边的投资 那在未来的这个中欧的这个专业上 像我们现在有些项目的这个合作 就不断的在推荐出去 但是在从长远的这个看 长远的看会有更多的企业 特别也有一些中小型的企业 他也他也会把这个市场呢 放到这个国外 那么把这个投资的这个目标呢 转移到这个欧洲 欧洲的这些沿线的 中欧专业沿线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有关中欧中亚班列的话题 我们再来听听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评论 随着我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我希望我们中欧中亚班列运出去的 不仅是一些传统的这种服装鞋帽 这类的轻工业产品 还希望是一些中国制造的 机械的电子产品 我期待中欧和中亚班列 这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大通道 不仅是物流的大通道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企业 走出去在中亚以及欧洲投资设厂 好 感谢以上网友的评论 我们是世界各国的货品在这条钢铁丝路进行接力式奔跑 路斯和海斯在这里实现无缝对接 未来中欧中亚班列将继续加强双向货源的组织 大力发展海铁联运 加大走出去宣传推介 推进软硬件建设 扩大中欧中亚班列运营规模 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大通道 成为对接欧亚大陆 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新平台 在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中 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好的 再次感谢在今天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